那麼我們來介紹一下就是跟寫信有關的 寫信好像沒有什麼嘛 對不對 但是通常大部分很多人一切換到Web端的寫信 為什麼大家一直在看呢 你不用看喔 你看螢幕就好了 突然覺得有點怪怪 好 OK好 就寫信的時候一般我們從就是郵件軟體轉換到雲端的 就是Web端的會有一個問題就是夾帶復健 還有什麼貼圖片 請問如果你在寫信的時候 一般我們標準寫信如果你有附件就直接夾 有一個這個就直接夾 但是在雲端呢有一個缺點 有什麼缺點 因為你要等到附件上傳才可以寄出去啊 可是在看賴照就比較單純 就是夾進去管他的就送信就好了 所以兩個部分我們來解決一下 第一個如果你有圖片的話 比如說我在這邊我抓了一個畫面 我把這個編輯器 我先丟過來 假設我想要抓這個畫面 抓這個畫面 那我就來這邊 在這裡 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好假設就照這邊就好 好抓完之後怎麼樣 我跟你講如果你要寫信要附上這張圖片 你會怎麼做 是不是要先存下來 然後再夾帶復健 你不會覺得很麻煩呢 我的 所以我都是這樣子 直接就複製 這裡有一個複製複製 其實直接Ctrl加C就好了 我其實是有一個複製不見 好來複製 我現在已經Ctrl加C了 來這邊 Ctrl加V 欸 沒用到 Ctrl加C 為什麼沒有看到 複製 複製 不用啊 我直接複製就好了 好到這邊 貼上 有沒有直接貼進來 你不用再存下來 而且你可以自己來這邊 滑到它上面的時候 你可以從上面自己決定 要不要原來的大小 還是比較小一點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是OK的 你只要點到它 點到這個圖片 就可以自己決定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的複製 所以 複製該怎麼做 一般標準的當然就是從這邊 這個 點一下 然後再去選擇什麼 你的檔案 這是一種方法 那麼其實 除了這種方式之外 其實還有別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雲端硬碟 所以如果你的檔案 有加到雲端硬碟的話 我可以直接從這邊 去選擇 那你從這邊做的話 它 就等於說你有空 你就可以先上傳了 就不用理它 那比如說我從這邊找到 我們研習的資料 我想要把 呃 這個 好 這個 傳給它 那就直接進來了 那就直接進來了 欸 事實上它現在還有新增一個功能 是在什麼 在這裡 插入相片 插入相片這一塊 它現在支援那個Google加 Google加 Google加 Google加的相片 所以如果你從這邊插入相片的時候 因為這個帳號好像沒有啟用Google加 所以會看不到 會看不到 那你不管是學生 Gmail代管的 還是標準的那個Gmail.com的 信箱都有 你就可以直接從這邊 直接去找 直接去找 所以其實 這個你可以參考一下 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要從自己電腦端做的 我通常也會用拖曳的 假設我就是要某一個檔案 有沒有 比如說這裡 我就是要上傳這個檔案 按著丟進來就好 像這樣子 按著它 丟丟丟 丟到這邊 正常的是這樣子 但是 因為我現在是用這樣子進來的 所以 可能這樣會不行 這個 丟一下 嗯 我現在這樣會 正常你可以這樣看得到 你就丟進來就好了 這樣也會上傳 當作是復健 所以 這邊 跟各位稍微介紹 那麼 如果你沒有存檔也沒關係 因為它不需要特別存檔 所以你都可以在哪裡 你的草稿裡面 有沒有看到 所以Gmail它雲端的 只要你有寫過 就是有打開的 它都會自動幫你儲存草稿 即使沒有寫也沒有關係 你就可以從這邊再去做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除非你從這邊刪掉 那有一個人可以順便做一下 因為這是你自己寫的記碼 要不要加上標籤 隨便 因為你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發現自己可以先給一個標籤 可以做追蹤 假設這個是重要的話 欸我就勾起來 所以當我傳送出去 我先送好了齁 來 好假設我送給我 好傳送 好 OK送出去了 送出去的 那送出去的時候 是不是會在寄件備份裡面 可是有沒有在這個裡面 不會對不對 所以有些時候 如果你要做追蹤的話 因為我想要追蹤一下 我寄的信到底對方有沒有看到 因為他都還沒回我 可是我還得自己來這邊找 是比較麻煩 所以你有一個動作可以做 把它勾起來 移到收件夾 本來收件夾應該是我收到的信 對不對 可是呢 這個顛倒過來 把收件夾當作是一個什麼 當作是 你的信寄出去的也是什麼 也是我要追蹤的 所以我就把它擺在這邊 那我就可以從這邊去看說 欸我這一封信 關注一下它的什麼 往返的一個情形 固定說一定它毀了 才會出現在上面 了解了 所以我們剛剛比較特別 撰寫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直接指定標籤了 直接指定標籤了 那 記得 如果你這一封信真的比較重要的 你就從 你的既件備份裡面 把它移到收件夾 這樣你在收件夾裡面 就會看得到 好 來我把他們環一點點